今天中午人气话题带您来看到 鞭炮声大响各宗庆会热血沸腾 传承了169年的基隆中原季 29号深夜11点 在基隆望海上进行重头戏放水灯 替海上公魂照亮归路 海面上燃起了一座又一座的水头灯 祈求兴旺的呐喊声此起彼落热闹非凡 在众人的摇喝声中 熊熊燃烧的水灯流到海中 与远方五彩缤纷的烟火交相回应 火光照亮霸斗死夜空 鞭炮声大响各宗庆会热血沸腾 传承了169年的基隆中原季 29号深夜11点在基隆望海上 进行重头戏放水灯 替海上孤魂照亮归路 海面上燃起一座又一座的水灯 呐喊声此起彼落热闹非凡 现场还捕获野生内政部长林又昌 以林姓宗庆的身份到场 共享盛举 面对台风苏拉步步逼近 担心东北角海向轨绝 在岸边护送水灯的警消们全服武装 安全装备穿好穿满严阵以待 那因为外围台风的影响 所以它的浪会逐渐的 一波一波的过来 现场现在看风平浪进 而且是属于退潮的状态 那是非常利于放水灯 所幸施放期间海流平稳 在十一点半放完全数总清水灯 一年一度的基隆中原季圆满多目 记得蔡志恒基隆报导 基隆道